我 想要 来 咱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高 33岁来自四川职业教授 女主人公小颜 22岁来自四川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22岁啊 谈了几年了跟她 一年 怎么了 就是那个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交往得很好吗 然后她对什么事情 都很迁就我 可是到后年的时候 我俩本来年龄 就差距也很大 然后就产生了 很大的代歌 什么代歌吗 就是你不懂事 我哪里不懂事了 因为就是 有时候就是她的问题 她去老是讲究 说我的问题 我们俩在这个生活方式 心情爱好的时候 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你是在面试人家的时候 切磋上的是吧 当时她来面试的时候 我看她 长得挺清纯的 她挺可爱的嘛 就是我心目中 喜欢的那种女孩 然后我就在以后的工作中 有事没事的就去找她嘛 和她一起吃饭啊这些 然后慢慢的 就是我们的感情 就从同事关系 就转变成了男女关系了 现在不想跟她好了是吧 她做什么事情 她都不为我考虑 只顾着自己的感受 然后你举个例子 我们听听吧 就有一次我叫她 帮我买金鱼嘛 我特别喜欢养鱼 结果她买的那个鸡鱼 我家的鱼缸本来就很小 然后她买四条鸡鱼缸 完全就把那个鱼缸 全部给我做满了 而且里面那些装饰 甲上什么东西 全部给我拔了 她说你看 那样多影响 鱼儿那个油啊 你一定要把这东西 全部移出来 鱼儿游得多畅快呀 你感觉你家里 就像一个卖鱼的一样 你会是条鸡鱼 明明我要是那个鸡鱼 鸡鱼有什么不好了 鸡鱼我买肥奶粉的 刚你过几天 你看腻儿的时候 还可以把它拉在炖汤吃 炖汤吃啊 挺美容的 哪点不好 拜托你 你知不知道 我想要的吃那个鸡鱼 我根本就不在乎 那个鱼的味道 鸡鱼都不呀 这么长 就是几十块钱一条 你不家那个鸡鱼 后来熬汤吃了吗 熬了呀 它真的苦了 肯定熬了 那个八钱买的 不熬汤吃 那人了都不 亲 您自拍时 还要用美颜相机 来治盖你满脸的痘痘 等皮肤问题吗 想快速解决这些问题 找护肤老师 夏飞 她已经帮助上千位客户 成功解决 与痘痘等相关的问题 请记下她的微信 136155399 136155399 根本就不需要在外面去买 你说我不给你送发 你也说不对 给你送发 你也说不行 而且你就是老实 闹闹 就是情人家 当天给你送发 当天的发多么的贵呀 你不要说玫瑰发 说到玫瑰发我就生气 他要求我 每一天 在护肤上 给他送一只玫瑰花 如果哪一天 一热了 没有给他送玫瑰花的话 第二天 叫我写一百片 亲爱的我错了 我工作忙 有时候会忘记呀 我是人 我不是神仙 我不能保证 每一天都能给你送吗 记得清清楚楚 怎么没装 去吃饭呀 玫瑰花就没人给我提示嘛 因为肚子没吃饭的话 肚子要握 他会提示我该吃饭的嘛 你说我根本就没放在你的心上嘛 你就一天就只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反应 肚子饿了就吃饭嘛 就这点事就分手 不值姑娘 说好啊 我跟你说 他真的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每部电影 就是上影的时候 他就闹着去看电影 挺好 看一场电影 两个人至少发一百 一过夜之后 在电缆上就能收出来 然后下山来看 你想看多少片 去看多少片 精彩的地方还可以肥凤 然后你买点东西 可以边吃边看 哪点不好 非得要去发一百块钱 你是不是浪费钱嘛 你这么说 中国电影工业全完了 多你这么几个人 导演都得自杀去 我是说偶尔可以看一次 他就一上 有芯片 一上影他就唠着去看 我知道他那个看电影 不愿花钱 每次都是我自己在网上 把皮肖听好了 我邀请他去看的 他还说你浪费钱 一天上班 我知道他很累嘛 我帮大家都舒缓一下 那他有什么好吗 你这说的都是他抠门不好 他真的就是有时候好的时候 也让你挺感动的 就有事嘛 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嘛 就是那个签合同的时候 和同事一起出去嘛 我就走得比较充满 就忘了带合同 人家那边也吹得特急的时候 我心里也特别着急 我就给大家打电话 他把合同送过来了 也没得多说我 因为当时真的急哭了 他看着我也挺不容易的 当然是因为我很喜欢他 然后就在生活中和工作当中 都有事没事地靠近他嘛 反正就追他嘛 所以就这样子变成了男女朋友 我看我这个资料里 你是有过一段婚史 女儿九岁了 对的 什么原因离得婚呢 感情不符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多着了 我看那小片你不是来挽回的吗 我是挽回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他就存在的毛病 要不然他就不知道自己 有多么不懂事 他说他喜欢吃红烧肉 我本来工作挺忙的 然后去菜市场去买材料 然后回来跟他做 做好之后 他吃一口 筷子一甩 太难吃了 然后拉着我去外面去吃 我说外面去吃又要发钱 我们把这一顿饭吃了 下一顿我们到外面去吃 这不是挺极有钱